我想李老师呢 我就不再介绍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我面对的是什么样一本书 然后我就请李老师讲 非常简单 什么样的时刻 刚刚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和同学 没有参加新闻发布会 那么 周恩大学的副校长 张妙青讲话里 讲的一个时刻 他注意到 1968年10月的某一天 这一位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 当时28岁的年轻人 把一包一包的 这个负面底片 叫negative negatives 藏到了他们的书 就是苏联社的平房 把木板地聚了角落 藏到了这个地板下 然后伪装好 放了桌子 然后放了椅子 那么当时是68年10月 那么12月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就被抄家 被叫什么 打成 新生资产业业业业分子 那么正好今天是2018年10月 所不同的 那是在50年前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已经是 已经是有点寒冷的秋天 哈尔滨的寒冷的秋天 而我们今天呢是50年后 香港的温暖的秋天 因此在这个时刻 那个年轻人 想不到他后来照片的命运 和他个人的命运的 那个年轻人 在今天看到 藏在这个地板下的那些底片 变成了这样的一本 影响世界和记录历史的书 那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 那我们今天呢 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地方 跟李老师 跟这么多的朋友 一起分享这个时刻 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值得经验的 那另一条呢 我说这是一本什么书 我简单的说 刚刚我在发布会上说 我和我的同事 怎么理解这本书 第一呢 它是一本就是非常扎实的 就是不能撼动的 记录了文革这一段历史的 影像史料书 第二呢 它是一本在新闻摄影的意义上 的一本新闻摄影的家作 或者是传世之作 那这一点呢 刚刚我说了 就是两个大事 像布列松和Robert Frank 同时认为都喜欢他的照片 那么他呢 被评为 李老师的照片被评为 他本人和他的照片一起 被评为150年来 这个计时摄影史上的54个人物之一 世界性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大摄影家 他拿着他的活去评的时候 那他是这54个人之一 就是有东西 所以我说这是一本在计时摄影史上 重要的杰作 还有一本呢 我说它是一本成长书 因为今天有些年轻的学生朋友 没有跟我们分享新闻发布 我稍微讲一下 这个书呢 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同版纸印的图片 这就是一个历史 你一个摄影师看到的历史 另一部分呢 是creamy的纸 书纸印的文字 那么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说就像电影里有成长电影一样 书呢 有成长书 我觉得那一部分 特别的值得年轻人看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最终干了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 又为社会 为历史 为民族 为文化 留下了一个记录 你看摄影师 什么叫摄影师 对 我想起有一本 有一个他李老师拍的图片 就是芭蕾舞的那个演出的场面中 一会儿我们请李老师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细节 那差点就出了事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 就风风雨雨吧 所以李老师也好 他的照片也好 能够走到今天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也觉得 他是我们 整个的文革历史 过了这么久以后 回头看 他是我们 普通人中的一个 但他是我们的骄傲 李老师 给我们讲吧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 能够在《东方明珠》这片热土上 来做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种回顾 我感觉到很荣幸 也很高兴 我这个《红色新闻兵》这个中文版 被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原了我能让祖国的同胞看懂 看好 看明白 我这一部书 这个原了一个梦 因为尽管原来在事业上出版了六种文字 英文 法文 德文 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 日文 法文 德文 什么时候 反正六个 没数上六个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 但是 我知道有不少 这个 同胞也买了这个英文版的 还有买法文版的 那个 还有买日文版的 因为我给他亲自 亲名的时候才知道他们买了 但是呢 有很多人说 我买了 但是看不懂 我懂这个文字 但是我读不下来 生活英语还可以 当然也有很多 很流利的英语 能读下来 他可能不惜地买 那个 这个中文版出版的 我兴奋就在于 我的同胞 只要有一个 中小学以上文化的程度 都可以读 是吧 在文化大普及的前提下 这本书 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在香港这个土地上出版 就从书展开始 七月下旬 到现在为止 大陆一些熟悉的 或者不熟悉的朋友 通过网络跟我联系的 我就知道有 一二百人了 就是希望等着我亲名 我说你放心 只要有见面的机会 一定签名 那签不上面就没办法了 是不是 签笔签名就必须签字页面 是吧 后来 那么那就说 跟我联络的就有一二百人了 那些没联络的 那些没联络的 或者是买了书的 因为不在意 签不签名的 那还不计其数呢 所以说 在这片土地上出版 能够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 尽管我的祖国 还不让这本书 进到那一方土地上 那我想这是展示现象 将来总会正常的 当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 那么 大家一切都快乐了 都幸福了 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理性的研究 请熊教授 潘教授 和各位文革研究学的大家们 那个理论都在你们那儿 我就是一个 一介平民摄影师 排他们一些照片 也就能讲点照片背后的故事而已 那么 现在呢 那么就开始 这个 编的这个 这个讲课的课件 就是这本书的 责任编辑 那个 林桥小姐 她给我做的 那个 原来她编书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时候 发给我稿子以后 就快着腰 说你下面还等着你稿子呢 我说我现在有 得了一种病啊 我有病 这病还不清呢 她说什么病 我说拖延症 真的是 不到跟前 不着急 后来她说 我说岁数大了 都有拖延症 她说我们也有啊 年轻人也有拖延症啊 这个后来我感受到她确实也有病 这个 这个 做了那么长时间 我早就跟她说早做 昨天 最后才跟我见面 拖延症 这个拖延症好像是普遍的通病 总觉得 东北话叫感叹 就是来得急 来得急 一到来不及的时候 临时 加一加也玩 所以编书的过程 我都是后半夜 三四点钟才睡觉 就叫她给我鼻的 那个 好 现在讲点 有些我不知道 会是 这是 78年前 一个小生病诞生了 而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就是 从一个小娃娃变成了一个 七八老手了 而且还是一个全裸照 我现在带的这些 当年带的这些东西啊 现在都在四川 成都 范金川博物馆 那里面给我建了一个 李真胜 李真胜摄影博物馆 我把我 藏的那些东西 一千多件 食物都给他了 都在那里陈列 那个 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 那个照片呢 都被折叠的 那个不成样子了 在出那个英文版的时候 我还用Photoshop 一点点的修 修 把那个缝都修没了 后来我那个 罗伯特普利基说 不要 你修好这个不要 就要来这个 就破除那口 就这么用上了 这是我这个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 爱好摄影 爱好摄影呢 后来就 考上 长春电影学院了 入学的时候 发给 两个人一台相机 两人公使一台相机 那我就 我就拿着相机 拍一张照片 觉得 一个能进入高等院校 来学习摄影了 有一种自豪感 但是 这种自豪感 没有多有 就 就 灭灭了 当时 大学进的时候 各省都成立了 电影制片厂 那个时候的口号就说 一个小小的香港 弹丸之地 就有很多家电影制片厂 我们挪大的一个中国 就那么三四家电影制片厂 一个省比香港的人口大多少 我们京城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 后来就是中国人民有志气 各省都接了电影制片厂 都上马了 没有人才 所以中央决定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基础上 增加两所院校 一 昌春电影学院 二 上海电影专科学校 都依托于 那个长影和上影的办学 但是 两年之后 又有大饥荒 那个经济大调整 当时又发了一个八字方针 叫调整巩固 充实地奥 要电影圈都下马了 不光是电影下马呀 各挑战线 大上马的时候都上了 现在都得下马 那么中间那个 左手第三个人就是我 我那还是摄影系的班长呢 我说咱们拍个照 我把那笑牌摘下来了 我体现我们 我们爱电影 你爱有用吗 不爱是不行的 你想爱的时候 又不让你干了 所以就很悲哀的 我们就改行 改学 从电影学那个摄影啊 改成学新闻摄影 我们就抱着这个电影 也是一种桌呀 大家的桌 用这个 这种形式来 表现了自己的这个 对不甘心下马的 那个情怀 参加工作以后 这事已经中间过渡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呢 我经常被 自身的摄影记者们派去 就他们不愿意干的活 都弄落在我头上 为什么我拍了 那么多的照片呢 因为那个时候 报纸取消了署名了 署名不署名 这个动力就不一样 你署名不管谁拍的 因为我拍照片 本报记者社 以前还是 试试一下 后面数是名的 后来这个 在文化大革命 那个混乱的那个场景当中 那些资深的 那个四个人 那老记者 都是共产党员 都不愿意出去拍 小李 你去吧 上午有一会 在八球广场 你拍 下午哈工大 你去啊 还有哈局公益 你也去吧 你这小伙子腿快 还有的是说 当考验你了 其实他们是不愿干 拍回来 进报 也不署名 就对着我身上 我还不敢抱怨 那个时候 年轻人不像现在 在哪个机关的工作 就挑大梁 横着膀着晃 我们那个时候 老老实实 夹着尾巴做人 为什么 是叫三门干部 你们都不懂 三门干部 从家门进了校门 再从校门呢 又进了机关门 就算倒了血霉了 怎么倒霉呢 你没当过兵 没当过工人 没当过农民 这工农兵都没你 那你就是三门干部 就没完没了的 断裂你 就是改造你 后来在文革当中 开始我拍照的时候 一到那个 大的场面集会去拍照 举些相机来拍照 任何人都有权利质问你 你是干什么的 你拍照干嘛 你哪呢 逃出机制认给他看 糟糕了 更糟糕 你看 你是黑省委 派来的黑探子 来这个 收集 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准备将来秋后算账 这个话呀 不是玩笑啊 因为中国人民 经历了历次运动 这些运动 开始发动的时候 都告诉你 讲啊 别说反右 大命大放 向他提一件 怎么提都行 说什么都行 好 到时候一收口 按照说的话 去抓右派 那么老百姓的讲 文化大革命这么混乱的 你来照的相 留着我们的影像在那里 将来秋后算账 有照片对照 就是 大家被这个政治运动 这个恐惧症 吓坏了 所以就有这种心态 所以拿记者证 反而不可以了 后来我发现 那个会场上 有的带着红球标的人 跟他拍照 也不 肯定不是专业摄影师了 能看出来 专业摄影师也都认识 地方不大 那么 我看他们拍照 一点事没有 那些人就认为 凡是带红球标的人 那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这都当时的标准语言啊 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么 后来 我就跟报社里申请加入 编辑部的一个 造反组织 叫红色造反总队 后来他们认为我们保守 不够标准 不提人 那我又听天出去采访 没有修标就挨抓 后来我找了工厂的 那个工人造反团 他们叫红色吃物队 工人造反团 我说我加入你们吧 那不行 我们是产业工人 当时有个 当现在没这个话了 过去叫做产业工人 那是不得了的啊 根儿红标正正统的啊 我们是产业工人 怎么能要你们臭老酒呢 因为关系很好 我说你管修标 你借给我吧 借给我呢 我出去采访 他说你到会场去 你带上 回了你就必须摘下来 要不带着 那个产业工人的那个修标 后来我用这个修标 做一个纪念 做个纪念 一个自拍相 在国际上办展览的时候 我的摄影展览 走过了60多个国家和城市 累计观众400到500万 这个展览的一开 第一张照片就这个 我那个车展人叫 罗布特普雷基 他说这个照片 就是告诉你 放着进来的人 就是你跟打招呼 欢迎进来的人 就是好像一看 看着能对眼嘛 两眼相对 就好像就交流了 他就把这个放着很大 放着这一张 这是一张自拍相 好 红色新闻冰这本书怎么来的 书名怎么来的 在纽约编这本书 编了三年多 十分痛苦 后来到编书都编好了的时候 书名还没出来 后来我编辑罗布特普雷 他说 规律是这样 书名通常都是在编好之后才产生 我说扯什么呢 咱们国家叫主题先行 书名就是主题 没主题你瞎编什么 他就是想不开来找这个辙 到最后想来想去 最早是 最早先给我编一本什么呢 李振胜 一个记录历史的人 从文革到六四 我说打住 文革可以 六四不可以 我说你要登文革 咱们是能打一个菜篇球 上面虽然没踢上 打个菜篇球也行 你踢六四 往枪口是撞的你 我就到了美国 回不去我祖国了 所以作罢了 他原来真的 就想编一个记录历史的人 那个 后来就编文革 编文革照片了 后来编的最后想了一下 最后就用这个绣标的名字吧 红色形文明 书名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红绣标 这个绣标可不得了啊 不得了哪里呢 这个机构 原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机构 是哪来的呢 中国的搞新闻工作者 都归这个机构馆 就是什么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仅称季协 在文革当中呢 被首都新闻界的造反派 夺权了 夺权了就改名了 全国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 就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名称 推翻了那个 建立了这个 那么后来 那绣标社会的绣标通人都就是有红绣 红维兵那个字 就三个字 他们当时想的也挺好 咱们这些有点职业特点嘛 就变成了一个红色新闻兵 做毛主系列的红色新闻兵 就这样的 发的这样绣标 那个书名就来自这里 这个 林小把这个照片放在这里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 我那个地板底下埋底片的事 埋在哪呢 就埋在这个墙角 最下边那个 角落上 扣了一个 锯了一个 书本上的一个洞 那么就压上一个 东北的准确语言 是三T桌 但是一头有一个小柜子 通俗称叫一头神 就这头是两个头 到那头呢 有一个小柜门 那一头神 这头轻就叫一头神桌子 要两边都有呢 那就是两头神的 结婚花了38块钱 拼票买这幕桌子 那么就把它压在那个洞口上 这个时候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已经是时过阴天了 我儿子长大了 抄家的时候 它是两个月 就抄家 压在底半底下 没被抄家者发现的时候 它就是在月子 我按着做月子呢 它就是不到两个月 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 在这照这个像 我现在确实都说 我这个摄影意识很强 我看这个照片 我应该监讨啊 应该反思啊 我怎么就没有对着 打开洞口那照一个照片呢 就没有啊 现在只能说就在这家嘛 还有的人在网上质疑我 你说你在压了地板上底片了 你说你太太给你站在窗口那儿望风 为什么要望风 我们那个邻居院的公共 厕所啊 木板厕所 就冲过窗口走 底下走过去 大家公用的厕所 走那儿一听到屋里 呼啥 呼啥 那个时候真的警惕心很高啊 唧唧都那些儿 崩得很紧啊 要是说听地板的声音的话 可能被人家举报了 那么就说你太太知道 你知道 这不算数 无以旁证 其实我干嘛 我又不是上法庭 我干嘛非得提供证据啊 但是 还确实有证据 有证据在哪里呢 就是有旁证 除了我一家人 就是我和我们两口的证据院 就是这个人 在这个 左边这一位 叫李明达 李明达呢 当年和我 和我爱人一起 那时候还不是我爱人 那时候我们同事吧 都一块去 到农村去搞四星运动 这个李明达呢 这个人非常 那个忠厚 非常老实 是基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 后来 我文化大革命呢 刚才干政长说 我被批斗了 批斗那天 也赶了个好日子 毛主席 75岁生日的那天 12月26号被批斗 批斗了长达六个多小时 已经结束的时候 第二天的凌晨了 凌晨又压着我 坐地步车 到我家去之后压 就刚才那个桌子 我这个跟着桌子前面 故作震惊 站着 站着看着潮池 那个鬼打开 你自己打吧 你自己打开 臭压 你都拉 翻 我心里很不平静啊 后面就是藏着底片 他们也没想到 还能藏 把底片藏在地板底下 压一张桌子 也没样搬开桌子 所以就 就 躲过了一劫 那当时 去武器干校的时候 完了以后 把我们发配武器干校去了 我们两个人都去劳动改造 我们想 这个底片藏在这个地方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那个武器干校 那个当时呢 它时常有这个 传出来 在劳动当中 意外 就生命就失去了 我亲眼见到一两位 那个 锯木头 轮盘锯 转的时候 放过来转 他 飞出一个木块 打脑就死了 飞出一个木块 那个弹力很大的 后来我就 把他找到我们家里去了 半开桌子 打开了那个洞口 拿出那一包 荒油布 包的东西 我说明大大哥 我们两个口 偷付你一个事 我这个地板底下 卖了一些底片 我们就要上去 武器干校了 就锁门了 孩子送在山中 给他奶奶看了 我说这包底片呢 让你知道 如果我们俩有了生命意外 你把这个底片取走 取走呢 你保存起来 他说都是什么底片 我说都是给 翁翁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抹黑的底片 你留在干什么 我说有用 他问我有什么用 我真说不出来有什么用 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哪知道 要是知道的话 那能走向世界 还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还能出书 那天方夜谭的事 是不可能 反正我说 大哥你就是一点有用 我心里知道 记录历史的一定会有用 怎么用 谁来用 什么时候用 全然不知道 后来他看我们 神情很凝重 他说好吧 你放心吧 我知道 你们不会出事了 你们不会 他还有点口气 你不会出事了 你放心 真的没出事 这是苍天有眼 他呢 风华卫视做我节目的时候 说这个 李明达 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守口入屏 37年 那是什么年约 耳朵主要听着 在厕所里听着 隔壁说的什么话 都马上去举报 就是举报了以后 李公 虽然不受讲 也受过表扬什么的 这么重要的材料 他就没有 没有举报 如果他举报了 立马 武器干啥也不能去了 会去比武器干啥 还严重的地方呢 那个 底片发现了就是 点火烧了 一把火烧掉 而且罪名一定是 严重的对抗文化大革命 那么 所以我每次我说 好人李明达 他一直到 日本的NHK 电视台追踪采访 制作了一个小时 90多分钟的节目 他对了电视片 镜头才说出了 当年这个事 其实我有证人 我不需要跟那些 那个猫左猫粉们 质疑我的事 你有什么为证 有何为证 有证人呢 所以我后来 那个 拍电视的时候 香港的一个电台的 电视组 跟着我去采访 到他家里去 要说了这段话 好 抓紧讲 少点讲 提示我了 好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藏底变的故事 你们相信 绝对是真的 不要质疑 我这么大岁数 还说那谎干嘛 别人离奇的故事 想剥得什么 同情吗 剥得眼泪吗 四星运动那种 咱们简单看 老十八家的农民 想逗他 就给他画成 漏画富农 漏画地主 因为画地主 画富农 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土地改革嘛 那么现在 动不动 就给家上又漏画 那么多的人 拿着木头 做的红银枪 就像镇压 这个 激激敌人的样子 这个照片 就是我 参加那个 四星运动 我所在的那个大队 大队 公社 小队 都开 队敌斗争大会 因为这个 抓鸡鸡斗争 这个女青年 控诉这个 这个 父奴分子 说 他这个 我爸爸借了他 几个臭钱 他总 催着我爸还账 这就是 气压 平下中农 好 就去看看吧 要给新闻系的学生 讲 我会讲 这个照片 怎么获得呢 前面 也举出 拳头 下面一块语呢 通上呼口号 是不是 那个 不忘记得扔 下面的 大家都 不忘记得扔 那个人就垂手了 我说 这不行啊 那个时候就 他是被斗对象呢 还是领呼口罩对象呢 后来我上去 我说 你喊完口号 手别放下来 他说 手不放下来 别扭 我说 你再喊一遍吧 他再喊一遍 所以就产生了 这个画面 到墨西哥 做展览的时候 墨西哥 那个一个网站 把这个照 做一个通蓝大 压体大的照片 就是这一张 要是 他手垂下来 就不行了 时间太短 咱们看看吧 被斗的 富农分子 贫下重农的妇女 控诉他 借了 你们一斗 一袋梁 是一斗梁 催着还账 这都是罪行 这个要是 学摄影的 讲摄影的 就会想 我是学电影的 我学电影的 电影老师讲 电影镜头当中 推拉摇移 摇镜头 可以摇一场 刚才我在用的 数码相机 都要把这个摇 摇一个全影 就是摇镜头 我拍照片 大场面 我想怎么弄 有的时候 靠光角不行 光角放出来 是不可以的 那我就用相机 想到摇镜头 一个一个 一个 拍场面 那么我的经纪人 在国内 和国际上 到处在找 有谁还使用了 这样的方法 在国际上 几乎没找出来 在这个 英国 巴比肯 艺术中心 办了一个展览 南非的一个摄影师 去了 他看了这个以后 他是专门拍 那个 种族隔离 那个照片 我用的相机和你一样 他还比我大十岁 称为南非摄影之父 我这个 中国摄影之歌 都没混上 应该都混上之父了 他就讲 他说 我要是在南非 那个 种族动乱 那个时期 我要用这个方法 我要认识你 我怎么会认识他 用这个方法 拍大场面 该多好 后来就 多方了解 就说 好像这个 现在我经纪人 又编了一本书 李正胜的自拍像 和全景图 就是这篇 这个画面呢 文革第一 欢呼啊 欢呼啊 那个没东西拿呀 就把那个会议室的 那个很沉重的 那个石膏像 矿的 拿出来的举着 很沉啊 那个时候规定 全国各个机关 必须在非常严肃的场合 才能挂毛主席像 后来就变得满地都是了 那个 那个手里举的 没有什么举的 只两个树枝举着 跟着晃呀 举着树枝嘛 就看这个 好 这个也应该讲 也不能讲了 就修改新闻照片 不修改就不能见报啊 一见报了以后 立报纸就会被包围啊 这张照片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啊 好 简单讲讲吧 你看啊 前面的小妻子 把毛主席刚刚发表的 最新指示 折挡了 就是要把 无产积亿 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文化 大字看不见 牛 像个牛一样 这是叫恶毒创改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你看你创改 他不是变了吗 是吧 不完整了 还有 你们看 这两个拳头 口上喊着 进入毛主席完事物一样 但是你打向毛主席 他前后透视的关系 他不是一个 真的打向毛主席 我就知道你们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 没有 这个更严重了 大陆的话就是 跟着两人打仗 刚一上手就疯眼了 那怎么办 修改吧 这都是主动修改 你想发这张照片 不修改就进不了包 进不了包 进包量小了 领盖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 那么 你用那个广告粉 把它修改 涂了 再把它自己写上 完整了 最新指示 完整了 这个画面 是黑块 不光是打向毛主席 那红七块 拍的黑白照片 就是黑块 黑块 什么人是用黑块 是吧 都明白 能弄成白块 白边的 那两个群众皆知 为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革命群众皆知 再说不惜 你看 是 你看 那个头可断 血可溜 为了毛主席 什么都可以丢 我当时亏得 我有一个习惯 凡是我修改的照片 第二天见报了 我就跑到新版车间去 把那照片 一定要把它翻回来 都扔在一个大烛房里 都一会儿拿到 郭罗芳一烧了 我就把我那个照片捡起来 我也不知道捡起来有啥用 没想到 几十年后 办事 我的影展 环球展 走哪国亚图展 把这些原始的 文献式的照片都展出了 都成文献了 好 那这都不一样了 这是哈尔滨的地标进筑 一个们丁一个们用的 东正教的教堂 后来也给拆毁了 我很奇怪 在我的京剑公司里 带领我很多照片 一到圣诞节 有人就去买照片 老外就去买照片 赠送给父母 赠送给亲友 当圣诞礼物 当圣诞礼物的时候 这张我切了好几张子 怎么这老外喜欢这个照片呢 在上海一个画廊的 带领我五十张照片 这是其中的衣服 其中的衣服 欧洲的人买这个照片 这个编号二十五张 这个买了好几张 一张好几万块钱 后来说 他买的多给打折 我说你打吧 你可劲给打 我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喜欢这个 帕阳兽等你 告诉我为什么喜欢 老外为什么喜欢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大家经历的是最多的 西方就问 那写的是什么字 什么意思 我说打个比方吧 你们的神父 你们都给押出来了 押出来以后 批斗 拿个标语 我说不恰当的比方 就是写着什么圣经 净放狗屁 那他们马上就愤怒 跟我愤怒 你说我说了 不恰当的比喻 就是打个比喻 让你理解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说 你能给我愤怒 就表明你理解了 什么分音净放狗屁 中间的那个去世 我就不讲了 林肖讲了 不扬 不扬 好 这个也不扬了 扬吧 走 走你 那个不能走你 任忠仪 任忠仪 可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等一把手 邓小平跟他画了一个圈 他把它变成了 深圳珠海特区 画圈容易 建设难 是不是 那个 这张照片呢 就是任忠仪被批动 批动呢 首先注意 他那个 这个椅子 就想折磨人 折叠椅子 你弄个四个腿椅子 还好站 五文档档的 这折叠椅往前站 站不好就摘下去了 往后站站不好 压起来 还是能摔下来 幸好 任忠仪在这次站 平衡找住了 没摔着 这个戴高帽 戴上高帽 没有测量 这个省委书记 这个戴多大号的帽子 做了个帽子 我是以后 小了 十个后 碎了 只做的嘛 碎了以后 不能不戴帽子 不行啊 后来 鬼精灵的 红冰 跟后面摔了一个绳 让他背着手 拉着那个绳子 你看 为什么那个低头 帽子不掉呢 是个绳子 拉着 就是和号对头的 就往这个腰 帽子也能掉下来 他是那个绳子 拴住了 最惨烈的是 端了一盆摩执 臭糊糊的 臭摩执 交给他 他是第一次 在这样大会上 被批斗 那么他说 让他 魔鬼脸 魔鬼脸呢 有的圣伟书艺 经常被斗 斗的那个 魔鬼脸的时候很多 都练 摆练成钢的 手上一抄 一推 破格 全黑的 他是 说不行 就这样 抹这么四道 后来 红冰明认为他是 这个故意的对抗 就把他这个 端着对他的脸 就往上一抖 就抖的 满脸都是 滴答滴答的 那么 这个 后来 剩了半盆 魔鬼脸 那个 拽开 到后面来 拽开在衣领子 后背 从衣领子 咕咕咕咕咕咕 就到进了 后背里去了 我看到的情况 是什么呢 那个魔鬼脸 穿进 你看身上 都渗透了 后来顺着这个裤子 那个 那个颜色 那个身绘布的裤子 往下就穿过流 顺着脚就 就滴到地下来 穿过腰带 黑魔指就 就从脖子那 开始往下流 真的是很惨 这个 这个照片 在1988年3月10号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 任忠仪 作为广东省委 一把手 进中央开会 说他去看了 这个照片了 哎呦 我已经完了 完了 所以任务一看你照片了 站着看着 久久不肯离去 我说这完了 咱们把他丑态啊 表现得公开展出 我说可能有麻烦 这过来天 说他去了三次 开会期间 去了三次 看他这照片 我说这完了 这照片 我说展这个照片干啥呀 你说 惹着这么大的事 过来天又说 他儿子到北迎来了 是要这张照片 我毁了 就来取证啊 后来见了面了 说我爸爸说 这张照片 是我们人家 最宝贵的财富 哎呦 我这块石头 有恐惧的石头落地了 那个 后来任努一 我在十五大 采访的时候 我就向他赠送这个照片 后来他又邀请我到广东来 就跟他见面 他又谈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个任忠仪应该是 中共高干当中 最开明的一位领导者 这都是生长 生为书役 这个 他的丈夫是李范武 他是不够这个批诺资格的 是一个初级干母 但是他是生长的夫人 一块就被斗 就都看看这些场面 好 这个事我讲一讲 李范武的 这个张照片怎么来 一组照片怎么来的 批课大会上 拉拨广播说 黑帮分子李范武 发行像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样 失可忍 孰不可忍 听到这个话 立即我就知道 下面要发生什么了 那个时候和一些 新闻摄影同行在那聊天 说跟他聊天 聊天 什么会还开不完 你看 我一听说 我说我不聊了 我上去 你干嘛呀 我说你上了广播 广播啥 你拍的有啥用啊 我说拍着玩 拍着玩 那个时候 郑也不能说有啥用啊 留历史 扯淡呢 谁会想到留下历史呢 就是留下照片而已 我就跑上去了 从那边 这边口上来的 本来是应该 从这边上来 本来就救手 要快的话 从这边排就行 但是不行 我就故意 绕到这边来排 干什么 他在发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行 做对比呀 对比是有力量的 没有对比 光口说 就空口无凭啊 拍了一个照片 接着红尾兵就说了 你不要影响 我们的革命行动 你看 就这个行动开始了 踢尾头了 这个就不说了 你看 这里还说一个细节吧 你看这个红尾兵在干嘛呢 这个红尾兵在调整推子 这个剃头这个推子 什么时候需要调整 当它不好用的时候 夹头发的时候就要调整 他这个因为推子好用 他要把它调成不好用 让他活受罪 往他薅头发 那个 这个在调整 看下面 笑了 你看 开始夹头发了 走走走走 走不动 卡 你拽 我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头上 拽下来之后 里面就伸出来一些 血的猪啊 血猪 一粒粒都在啊 好 咱们再过 刚才还在后面 抢不上槽的一个红兵 这个 哪一个人 这个 这个 白带白矿眼镜 拿着推子 够不着 那个时候 够不着 那时候不够革命啊 后来怎么 前面一阵打扫斩场 快差不多了 他上来了 他上来不能再踢了 再踢就不是鬼头了 你等于修理修理 他撑 短头发了 后来 表达义愤 他抓起头发 往领子里塞 左手 看左手 手腕正往领子里塞呢 塞了 塞不了的最后 压在他肩膀上 我最后又拍了一张 和维大领袖 毛主席的发行 做对比 他发行再也不像 毛主席的发行了 但是他罪名一点 没有减少 好 这都不说了 剩15分钟 剩15分钟 那真的挑了 大踏步的新鲜 您挑 然后如果有 大家想挑 对 哪一张 你们真感兴趣就说 讲一下 哪一张 王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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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北方的 那个 向北方的不是王一伦 那个是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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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炳元 王永曾 进到毛主席 记下幸福时刻 李志随呢 李志随呢 那是李志随在我拍的毛主席演乐的时候坐在毛主席身后 所以证明他真是毛主席的那个医疗组组长 好 这都这也不讲了 跳过去 这些都是杂乱旧机构 建立行政权的 我在拍照的时候特别养构图 养光影 你看这个光线我在拍掉场面的时候 这个逆光真是很小 很活步的光线 尤其是这个 这七个椅子在这 你看 到眼 那个 在逆光当中很清楚的提上椅子 干嘛用 一会儿就上战人了 好 开始战人了 压出来了 压出来了以后 一个一个都站在 身为七位书役 集体来批斗 有人说 文化大革命能不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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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 重来也不能用同样的方式 也重来方式 把七位 身为书役全都拉着批斗 老百姓高兴坏了 是不是 那 那官员 苦恼了 不行的 那么这个当时 我养个小戏 也看这七个人 人家都挂个牌子 手都在后面放着 从前面根本看不到 你看 所有的牌子 这么挂着 看不到 手伸到前面来 那个 这个牌子什么牌子 现在用新的网络语 一次纸牌 其实 不是 不是 又不是纸牌 又不是木头牌 是钢铁牌 就是铁板牌 很沉重的铁板 护上纸以后 就感觉到 可能是个 那个 纸板了 或什么 他们 在这个 所以这个照片 你看 每个人的手都在这后边 抠着那个铁板 往上 端着一点 减少脖子上的压力 一个沉重的铁板 再用个铁丝挂着脖子上 什么滋味 咱们都没尝过 你看这个 每个人 都是前面看不到手 在端着 就想折磨他们 这是武斗的 死 刚才伤的 这是死的 抢夺这个教学楼的 一个大学的两派 观点不同的同学 一派占领了教学楼 一派就想攻占教学楼 就展开了 这个 这就不是说了 把图书都拿上去 当炮弹 往下摔 打死 打那个攻楼的人 这个是八男一女 被处决的情景 那个 我拍组照 愿意把它拍得完整 但是这里也 减少了很多 没有 这里讲这个人 汪永曾 吴炳元 这两个人是受过 文化教育 具有相当的文化的人 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 他们出了一个小报 优印的小报 叫向北方 报名叫向北方 你说要向北方 向南方 向东方 向西方 都好 你干嘛向北方啊 哈尔滨的北方 黑龙岩的北方是什么 苏联 那个时候不能叫苏联 叫做北方是万恶的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标准题法 绝对标准题法 你说苏联 你们正常交往吗 那个时候 美国也没帝国主义 苏联也是个帝国主义 就是 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 这个人呢 出了小报以后 这个报名就招来杀身之祸 说他向往苏修 判死刑 判死刑 当宣判判死刑的时候 这个人 就吴炳源 胳膊不能喊口号 不能举动 仰天大吼一声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眼睛就闭上了 从这一刻起 后面压制 优结势众 到刑场 一直到枪毙 就是闭着眼睛 他用这种方式 做最后的抗争 就是社会 我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 都是一样的黑暗 所以这个 他这个 你看 为了拍照片 那个刑场上 那个公安口的人 公安口的人 拍照片的目的 是为了殷名正身 押腹刑场 止性枪决 要殷名正身 存入党案 就上去拍 扒了扇的 睁眼睁眼睁眼 后来我说 你别打了 我心里想 人家要死了 你还打人家干嘛 后来我跟他说 别打了 闭眼睛有故事 睁着眼睛没意思 他说你那有故事 我这得交个睁眼的照片 存党啊 存死刑党案 后来这个 执行枪决的时候 也很有趣 我讲究过头啊 后面八支枪 前面八个犯人 我当时想 谁喊 下令呢 电影上都是 预备 设议 没有 看不到人 过头挺好的 前后都有了 结果上来一个人 这老兄站着 我上去以后 我巴拉巴拉 我说 你挡了我的画面了 他回头 看看 又会抓人站着 我说这个人这么扭呢 告诉他 挡画面了 你看他一个人挡了四个人 四个刑犯被挡 就撑八支枪打四个人了 后来他 他不理我 后来就 他手一举 这么一台 一放 他手一动 这个小妻子举下来了 那边的人 看着他一台手 就是下令了 发令了以后 举起来 秒准的人呢 没有喊预备的 摄疑 没有 就鞋子往下一摆动 摆动的那个声音 就叫楼火 是这样的 我欣赏是这样 后来他跟我说 你说你 当你画面了 你当你画面了 那些人死不了啊 这有人 我不举手 能开枪吗 那个金展官还是什么 反正 这样 那个 我为了 他一挡我画面的时候 我拍了一张 我一想 你不走 你不走 我走 我就选 选移动一下 把它切在画面里的右边 还排一个八个人 八个犯人 当我这个移动的时候 枪响了 枪响了 我没去影 端的相机 本能的摁了一块 快门 就是这样 这就是去影 也没去影 就摁着快门 不痒 剩五分钟 就像这块 就跳了 不痒了 好 秦成哲 秦成哲 有意思 需要痒吗 我讲秦成哲的现状吧 我们哥俩的现状 我现在是反思文革了 他就说 大哥呀 我们进了好几次面 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来 国内电视台 都做着采访了 他说你有点变修了 另外你又有点自由化 我说你是党员 我不是党员 我说共产党员 不是追求自由吗 这追求到自由了 他把自由弄化了 这不是好事吗 他现在坚持着我的反思 他还坚持着他的 这个 秦成到底 他就 讲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来解放前 这就是现状 人们的思维不一样 王守信 这个画面就是 书的封面 就是下水之前 要不读一点 毛鲤洗漱 下到水中就迷失方向 好 好大胆 你们还敢笑 这么严肃的问题 你们也笑 现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真的是 有的人还能笑出眼泪来 说当时你们人们怎么那么犯傻呀 那时候就真的 都当真的 或者假装真的 早情是晚回报 这不一样了 芒果 那个时候我也没见过芒果沙 也没吃过芒果沙味 所以要等广大群众都吃了芒果了 毛鲤洗送的芒果还有意义吗 所以那芒果怎么当时那么稀缺物资呢 好 这些 得我看一看 我有两组照片摆到了胡耀邦的桌子上 而且凭着这个照片给他评反对 就是苹果这组照片 他是黑龙原生委的一把手的独生子 还有两个女儿了 就把他迫害致死了以后 就说他跳楼自杀的 从楼上退下来说他自杀的 他妈妈是国家科委的一个司局长 就反复告状啊 说我儿子那么精强 怎么会被自杀呢 当时打他的手 上去揪着头发 还有一个手 就一个手在这按着他 捏着他鼻孔 后来他妈妈说我听说我儿子被斗的时候 有一家报纸 他们好像说是省报的记者排了照片 后来胡耀邦就下令 就是后来知道他下令 我那知道的什么 就是总编辑会你找我 李正 你把那个欧阳强那组照片找出来 洗两套 跟你洗 到中午必须交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事 怎么就好连人都过去了 要照片干嘛 胡耀邦下令 黑龙原生委 生委就告诉总编辑要了照片 要了照片 中午基耀员来驱走了 基耀送到北京 谁告诉我的 后来知道在胡耀邦桌上 胡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叫阮明 知道吧 阮明 我在美国在新德西呢 一次聚会跟他见面了 他说 哎呦 这照片是你拍的呀 哎呦 我说你那看到了 那个 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 那个当时 胡耀邦还告诉 就是他一看 这样一个年轻的人 这么勇敢 怎么会自杀呢 平凡 就不管辽宁省 那不是基耀省 和黑龙原生委的 几次报告 调查结果都是自杀 不管了 就凭这个照片给平反了 后来告诉远明 给他们黑龙原生委 挂电话 给这个议者立功 后来远明说 你接到立功的表彰没有 我说哪有啊 没有 不养了 没时间了啊 跳哪啊 汪少信 我觉得那个把平反之后 那个天龙江省的七个 就是领导 出展之后的 哪个用的照片 希望能给大家 这个这个 你们看啊 我当时拍这张照片 毛泽西失事之后 跟毛泽西告别了 我感觉到 真是 你看这个就是任中医 当年他在毛泽西向前 弯腰被泡沫水 被斗 这个张连池 杨依晨 后来最高的警察院院长了 这些都在这低头 向毛泽西告别了 但是当年还就在毛泽西 同一个毛泽西乡下 他们都被斗得死去后来 这个也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王守信 刘宝燕手下的 笔下的一个 人妖之间的主人公 当年我和刘宝燕一块 刘宝燕到黑林家里采访 住在我们黑林家日报的 招待所里 我跟他一块采访了 这个王守信 当然他是为了写文字 调他档案 也见了王守信 我是拍照片 这个公審大会上拍照片 他这个高喊口号 高喊口号 两个女发影 治不了他了 上了两个大汉 这个 上了两个大汉 一个在前面 前面这个动作是什么 叫摘环 上去 上一端 两边这个环 摘下来了 口就不能上下说话了 发不出声来了 后面那个叫做五花大王 其中的绳子在这儿 这么绑着 后面一把一抓 那时候就勒住 说不出话了 现在电视玉事 都从前面绑着 看上去插个声 我怎么管了 一个绳子 弄到前面来 根本勒不着脖子 有啥用啊 这很不生活 我拍这个照片 我想老太太要死了 这个压出新厂 要上新厂了 当我相机举起来 我在室内没拍的 那个光纤不好 他还拍的特写不够 我来拍一个肖像吧 当时想 他一看拍肖像 马上就 头 后来我说 就插一个长微博 插个长微博 就是将写了 这个很典型 到新厂 好多都下滩了 拖着走 他自己大不留心地走 这两个雅姐的发影 就跟着旁边 吹着手陪着走 一看我端相机了 马上上去了 坐牙姐撞 要不像拍着散步似的 这个也是 我最后时刻 我这个心有不甘 就想拍的 历史以前是什么样子 这个又不能 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还得用点 声东西西的技巧 你拿着上衣裳 也错文 他还有一种反抗能力 我当时我想到的 正常的就是 我摘着环的 不知道能不能脱弹 要能脱弹的话 我那个35毫米的距离靠的 完全在一口弹的射程之内 大过年之前 叫死人给吐了他一脸痰 你说这年怎么过呀 我就采取个办法 背着相机 从前前走过去 他一看这人走 没事 到前面去 我目测距离 一面调整 再装个事来 又装着没事走过来 走到影像上 咖一弹 一万腰 啪 那块儿 但他有点反应 是我走了 所以画面构图 都不够正 没放在画面的正中心 就是死之前的 最后一刻的肖像 三张照片 连续画面 在我的英文版 只用两张 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印 所以我跟这个社长讲 干社长卧水之后 这三张底片 是没有拆开的 没有脚开的 完整的 大画面就是这样 子弹 信发给他 一颗子弹 装上糖 发音长 发给他 装上糖之后 瞄准 瞄准举起了 起子一响 就射一 现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他的头前面 正好是一片 没有血的黑土地 黑土 上面是黑的 看最后一张画面 枪响了 枪响的瞬间 枪打不着我 我就肯定知道 是吧 但是枪一响 我又跟这一领啊 这个是有点抖动了 但是这里 重要的在这里看 这里啊 体温37度 那死之前可能还有点高烧吧 那个外面的温度是30 零下30多度 枪弹穿过了脑壳 里面的温度 一热气就穿出来了 你看 冒着热气 向前倾斜着倒下 这个如果说 决定性瞬间 那这就是决定性瞬间吧 是吧 如果这个画面抓到了 再想拍第二张 不可能啊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放映给说了 由于事情的关系 真的 单凡有点时间 我都愿意给大家多讲点 其实李老师的那个书里面呢 有很多关于每一个照片的前因后果的讲解 那李老师实际上呢 还有很多关于 这些人物之前之后的一种 比如说回访 或者是 比如说刚才说的 这个向北方 就是闭着眼睛死去的那个囚犯 他最后他的女儿 李老师 他的外孙还是外孙 孙子都跟李老师保持着联系 所以这个故事很多很多 一层一层的故事 今天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讲 但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书 另外现在我们就Q&A吧 因为时间还是更少了 大家想问问题的 简短的问 然后李老师来回答 欢迎提问 好 好 潘明晓教授 潘明晓教授是我老朋友啊 对 就是年代就见过吗 真的很高兴有机会再见 可惜我有很多事 今天晚上 刚才讲了这个文革的课 今天晚上我还要讲另外一个 一种一个课 我在课上用的那些照片 很多都是 都是黎政生先生的照片 我发现 很多 我们留的那些 有意思的照片 很多很多都是 都是黎政生的 所以我听他讲的 他怎么保留了这些鸡片 我就想起了 边中云的丈夫 你知道边中云的时候 被打死 被学生打死的时候 他的试集到了他家 那他的政府马上就去买照相机 以后拍照 以后不允许他的孩子 去把习这些红卫兵写的一些口号 骂人的 骂他们的那些口号 那些那些字 因为那那个胡杰的写了 就是拍了他的纪录片 叫《虽我学去》 他问他 那你为什么 他说 我要给人家看 我要给人家看 我要作证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一些最黑暗的时期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当然受不了自杀 有一些人就是觉得 我还是要坚持 我要作证 而且 所以我想 这个是在 对历史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当算是历史学家 我就觉得 有这样的人 就是对后来的人类 是非常有贡献的 所以我觉得 李正尚先生 就是有这种功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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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以后 再有黑暗的时期 都不怕了 拿起相机 好 请 李老师 感谢您的分享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在开始的时候 您就谈过说 那个时候 在您家里的地板 把底片全部藏起来 你说那时候 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接触过 有些经历过文革的人 他们当时的感觉 都是在那个很恐惧的气氛下 可以烧的烧 反正没有人看到 半夜所有任何的文件 照片 可以烧的全烧掉 唯恐有一天 不幸给人找到 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可是为什么当时 李老师 您走相反的路 我想那个时候 那个恐惧感 大家都有一个恐惧 可是为什么那时候 你选择了 不是给它烧掉 反而是把它藏起来呢 我这个自我评价呢 我还是一个合格的 一个摄影记者 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呀 清新问苦 排下照片来 在看着 就像生下一个孩子 在自己把他虐杀了 或者看着别人 把他虐杀了 欲心恶忍 所以我就想千方百计的 保护他 我也是恐惧 我保护他 藏起来就是想 保住地保证成果 又保证我的自身安全 最后结果是做到 要是没做到的话 那当然 我又跟大家 也见不着面了 是不是 李老师 你不介意的话 我补充 因为我曾经问过 李老师同样的问题 那时候那么害怕 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就这么重要 他说了一个 我说你那时候 有一种使命感 他说没有 他说 他说我当时有的 现在想应该是 这种朦胧的 历史使命感 就是很多人质疑我 说你拍了这照片 尤其我获奖之后 在中国获了一个大奖以后 说你现在怎么说 怎么牛了 怎么说都行 你就说 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铁金单正义 所以我再拍照片 我这样就叫吹牛 这叫吹牛 我说要没有历史使命感 也没有 那么也不排了 我说我是有点朦胧的使命感 就是这样 真是朦胧 应该排下来 排下有什么用还不知道 只是猜想它会有用 就是这样 好 还有哪位有问题 金辉老师 吴老师您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说 您是在这个中文本 比那个英文本要多了 五十多张照片 有的是替换 有的是增加 原来英文版里没有的 英文版它是给西方人看的 对 主要是哪些照片您能简单的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没有收入英文版 然后英文版 比方举个例子吧 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在全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就是中国能拿的时候 外国有人在中国到处访问的 只有一例 还是个元首 是一个没有政权已经丧失的一个元首 在这里避难嘛 但是把它披着好像没避难 就在这里到中国访问 一会儿访问西北 一会儿访问东北 那个 那个编辑我那个书的那个老美 他不 他认为这个不重要 我说这是文革当中啊 文革年月 没有不知道这个 我们国家得到的一个外国的大力支持 就是一个元首 就藏住我们国家了 是真的藏住这里啊 还能当成来访一样的 到这儿访问 到那儿访问 因为那咱们没有别人来访问 咱们没有别人可以利用嘛 就是西哈努克 我养着你 我利用你 他们不利用 我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西哈努克 那个时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这个社长同意 都增加了 还有一些什么人 除了西哈努克以外 还有一些就是 陈永贵 陈永贵 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铁人光金锡 咱们都工业学大 进入农业学大寨 是不是 那个 这两个人物呢 是当时想当当的人物 西方都不知道 咱们有这么样的 几个想当当的人物 我说 我说怎么怎么重要 都是西方人不知道 清华老师 这个我跟您说 我们下来让编辑给您 全部给您念到一遍 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新照片 好 谢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这位同学 我问一下 丁老师 您一般用什么胶段的镜头 你现在说胶段镜头 都是这样的 从多少胶到多少胶 这么推拉 那个时候没有变胶镜头 都是定胶镜头 120相机的镜头 是拿不下来的 也不能往上换的 135相机是可以换镜头的 但是没有可换镜头 那个莱卡相机 现在只有一个标准镜头 还有一个35毫米的镜头 交换使用 没有 交换 我最早拍的照片当中 还谈不上是 那个镜头 是个破旧的 皮老虎相机 折叠的 现在都牛了 长天短炮 各位相同 我看您的相片 这个包包的很准 是不是刚才有 那个测光表 还是有 有测光表 但我从来不用测光表 那个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 我们那个年约 学摄影 练功夫 练眼力 目测 一切都是目测 目测开多远 好 拧上去 又抓牌 就这样 另外 利用超焦域 就是 目测 万一目准不够准确的话 超焦域都也可以包括进去了 还有目测什么光线 一看这个环境 多大光线 这都 也不是用测光表的 有测光表 但基本没有用 尤其我不能用 我不用 因为我 吴英勤老师教我们课的时候 就锻炼着 看光线 互相说 八大光线 百分之一秒兴平 有人说不行 应该开了 半暖光圈 就是争论 老师再拿存号表测一下 说你们谁说对的 谁说都不对了 就是为了练出来 那就是 工匠精神 现在话讲 这是工匠精神 这一位 这位 下一位是李老师的当年的学生 我先刚刚说了这位同学 你先来 就是您 你先来 我的问题是当时像文化期间 中国有承轻上班的其他的事 他们还有很多的照片 但是好像现在有点 不知道有点 有第二个人 像你一样 他不早 这些负面的 像 比如说那些文化的货买墙 他有很多正面的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个 负面的照片的记者 中国纳数的记者 说那么一万 好像现在还没有 有很多别的人 这个问题 我也感觉奇怪 尤其是我那个经纪人 罗伯特普雷一英文版的编辑 他奇怪 他在中国广泛 因为 中国举办这么多摄影节 哪个摄影节都请他站台 国际摄影节 都请一个洋人站上去 才叫国际 那么 他就在这到处问 中国的摄影师 没有不知道罗伯特普雷一 还有谁拍了 有谁拍了 看了 有 都是 历史的一半 歌颂的 那边 歌都拍的 那些东西我也拍呀 我也拍得比他们还好 因为拍好的都多发稿 多发稿 多脸交眼 还可以拍没有用的照片 那个 要说我是唯一的 我进到了唯二 辽宁日报有一个蒋少五 他拍了一些照片 我看得我挺佩服 也是那个皮豆啊 孙仁琼那些都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跨度十年 跨度十年 再说他的照片 优于他儿子的原因 就说这个很宝贵呀 很值钱呢 卡住不放 社会认不到 就是这么完整的 这么完整的 有量的大概 零老师有十万张 然后就是 有麻烦的 也有几万张 所以我觉得量呢 我们确实零星的也看到一些 但是完整的一个 一组东西确实比较难得 您的学生 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我呢 是曾经的老师 当年八十年 在大学任教的时候的学生 是我们新闻系的 摄影专业的老师 那么 就是我们是毕业以后 我觉得第一次和老师 在海外在中文大学 自己重复 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高兴 看到我的老师 还是那么的硬朗 那么健康 那么充满的活力 而且他的讲课 他的这个发言 依然是风趣幽默 当时他的课 就是我们同学们 最喜欢听的一个课 因为非常的有意思 有趣 然后大家很能学到 很多的东西 我就是有点好奇说 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好像从来没有提过 你有十万张的几率 也没有讲过任何一张分析 所以说当年这个摄影运 早年老师在到我们学校 当老师前 刚刚是在说在这个 《天空江日报》 对对对 这样的一个采访机会 让他采访到了那么多 一般人也没有办法能够接触到 拍摄到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尤其文革中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所以当然报社的记者 在中国来讲 他是属于半个朋友 他还是有一些个权 能够进到一些特定的场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们李老师当时能够 跟别人不同 他能够有这么多 一手的历史性的记录 所以我就是 一个是特别的激动 特别高兴能够在海外 又跟我们的老师能够重讽 再有就是 我也是说好奇 那个年代 你就从来没想过说 把你的照片当作我们一个案例 或一个雕材来讲一讲 分析 因为什么 我只是用色彩或各方面 好像我当时 就是后来我是在网上 在网上看到了您的一些本章 您是哪年是李老师的学生 您哪年年是李老师的学生 我大概在1984、85 那李老师没敢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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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从来还没有 那个时候一个字我就都没有听到过 对对对对 李老师和李老师 还有我的那个师母 也是当时我们系里的编辑课的老师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跟我们同学的关系 为什么 那个时候都不是李老师 自然而是提过这一事 就是时候不到 是吧 不过刚刚呢 刚刚你们这组问题呢 反而让我想到一点 我希望李老师 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呢 为什么那么大一个中国 就是我们想象可能 总会有若干人 在偷偷的干这件事儿 过这种双重的生活 在别人透明的时候 总是还是觉得是说应该有 但是现在呢 这么大规模的平均确实没有 所以我就想呢 我回答一个问题 首先呢 那个我是真的不符合那个党的要求 那个我是一个既听话又不听话的人 听话呢就是你在报纸必须要大量的拍箭报的照片 这是生存选 你不拍发尔照片 你拿什么养家户口啊 同时呢 我又记录了不能捡报的照片 就是没有用的照片 那个 为什么大家都不拍呢 那个时候都喊听党的话 因为那些人真的都老老实实听党的话 党要拍啥就拍啥 各行各业都提出口号 党指向哪儿就打去哪儿 党不指向的地方你不能打 那个 我说我是个不 要说我不听党的话 这也听 我家庭出身就决定了 我爸爸是党员 我哥哥是烈士 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听党的话呢 但是呢 我又有点叛逆性格 那些场面也是历史 为什么不可以记录呢 所以我记录了以后又偷偷藏起来 这个事情呢 真是一个 我自己很难把它说圆 但是后来 我这个作品在中国获了大奖了 1988年 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时候 我的那些同事 当年的同事到北京来 工匪来看战栏 他们说呀 你晓得 你是三千二亿听党的话 说我三千二亿听党的话 你拍了一个完整的历史 我们呢 这一千亿听党的话 拍了历史的一半 是不是就这样解释了 那一半是什么 全是歌颂的 现在每个人经历都会拍 没有不拍照片 但是现在拿不出来一个完整的时间 另外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1988年 就是办那个展览的时候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 七家媒体主办 联合主办 主办 那那个主管人呢 是中国新闻社的那个新闻摄影学会的会长 蒋七生 老先生 他就挂电话找我要 说要听说你那有文革底片 我说 我说你还缺这个吗 缺 我们设了三个十年系列大奖 第一个十年系列 从49年开始 不抽 来得太多了 还有最后一个系列 就是文革之后那十年 跨度十年的也不抽 就是文革十年 没有一个完整的来投稿 就动员我拿 我说我的作品是参展不参赛 你还叫全国摄影公开赛 我说我更不穿业了 他说你管什么名了 他说你帮帮我个人名 帮帮我的忙好不好 蒋老师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前辈 后来 我说你幽窗已经规定了 都过期了 你结稿了 他说结稿 结稿是我说了算 是他主办的吗 你赶快挑 我明天让那个小男就去取 我就临时就抽底片 抽一张看一下 抽了二十来张 第二天拿走了 也不用自己放 他就放了 最后在那 他说 他当时为了这个十年大奖不能空白 他通知了新华社 驻全国各省的摄影记者 把他骂一顿 说你们怎么都拿不出来 那后来都送来了 送来了一些 凑不够十年跨度 或者画面也没有力度 或者也没有深度 现在话讲还有的没有温度 就是现在语言都加上 他说你就拿 后来拿了以后 最后评奖的结果是什么 报纸印报了 说李振胜的一组 二十张一组的文革系列照片 令全体评委震惊 最终以全票通过获得大奖 蒋介绍后来跟我们讲 你知足不得了 中国的英长当中 哪一个大奖是全体评委 通过 集体通过的 就是你 你创下一个异录 这个异录有门在说 所以说明 新华社记者 调动的那个程度 也拿不出来一个跨度十年 完整的东西 都是歌颂 都是歌颂的 你这个 那就是历史的一半 李老师我想到 你可能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您在读书期间 就是李老师二十岁的时候 他受到的影响 就是两个人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内在的一种 就是叫一种种子的孕育 那个干事长说这个 就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给我们教课的 吴云贤 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的那些照片 都是吴云贤老师拍的 给我们教课 他还可以说了一句话 就是摄影记者 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 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 这个话我听进去了 影响了我一生 尤其影响了我那个 做摄影记者那一段 后来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媒体报道我这个话的时候 我同班同学的人说 吴老师说过这个话了吗 怎么没听 我们怎么记不住呢 我说这个就是 你们就左耳进右耳冒吧 我说这个师傅领心们修行在个人嘛 我就记住这个话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 全世界的摄影态头 法国摄影师 那个亨利 卡迪埃伯德松 他是一个世界的态度 但他有一个怪皮 一生不准别人给他拍照 出了他的夫人 一生不跟任何人合影 出了他的家人 他看了我的《红色新闻》这本书以后 他邀请我去跟他见面 简直成为奇迹了 就梦中一样 他邀请你去见面 在法国阿尔勒 阿尔勒跟我见面 罗伯特普利基陪罗去的 见面之后 他说就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 你的风格和我一样 尤其是我那画片 每一张都带着黑边黑胯 这一点我跟你讲 为什么弄上黑边黑胯 那不是一种装饰性的 就是底片的原始构图 排成啥样就啥样 很多摄影师 不敢拿出原始画面给人看 都是跟你剪裁 剪裁一个完美的构图 说你看我怎么 构图挺好吧 应该说拿底片看看 那不敢拿底片 所以这点 波特松各位见面 说我跟他一样 都是 这个记录历史的同路人 对 我给李老师 稍微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 我问李老师 什么时候他 就是布列松这个名字 和他的摄影理念 影响到他 他说是在60年的时候 因为中国请布列松来 李老师您快速地把这个故事讲 布列松不是658年 中国搞大运进 中国共产党就想 西方不太理解这个运动 就想请西方 有共产党背影的艺术家来报道 请了布列松 什么安东尼奥尼 那个伊温斯 电影大师 请了一些人来 想报道中国 大运进的成果 结果应该按照西方的新闻官 按照他们的理念 排了照片 排了电影 还有最后中国一看照片 我们请你来的 你是不是要来歪曲我们 因为就是客观记录 而不像我们拍那个照片 轰光亮 那么后来到66年8月 在北京开了一个资产阶级 形形色色展览会 就批判这些人 把布列松也批判了 就是西方的新现实主义代表 代表人物 说他照片歪曲了中国 扭曲了中国工人的形象 等等 我就把当时在大学逼 那个老师传达的时候 有一个17页的讲稿 就是摘录了那个展览会的那些摘役 说大家就批判 我这个人有一个思维方式 逆向思维 你正着说我反得听 你不敢公开说反得听 逆向思维 你说的不好 我就想为什么不好 我那想 一看构图挺好 理论也对 我就把他视为我心目中的导师 从来做梦也没想到 还能跟他见面 还能跟他合影 还让我给他拍肖像 他打破了一生的惯例 他的惯例也不是个怪癖 就是当年在他拍即时摄影 就在那个人群里拍 他避免让人应该脸颊 脸叫人认识他了 便于拍照 这就是不学 弄照片 他拍照片 他马上用个纸打着 上海领奖 能白纸打了领奖 就这样 后来他邀请见面 也拍了合影了 我把最重要的 我带着那十七页高纸 批判了 给他看 提前发语翻译给他听 他说 我是共产党啊 怎么共产党 自己人批判自己人 你们中国也是共产党啊 你看 他就这样一个故事 真的很离奇的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与波列松大师的摄影奇缘 写了万马签字呢 其实李老师的故事呢 特别鼓舞我们 为什么呢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二十岁的时候 或十八岁的时候 波列松来中国 二十岁的时候 他被批 他从反面教材中 获得了他的这种理念 那么他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 他的梦想好像超额实现了 那天李老师到了中大出版社 以后呢 到了酒店 我带他去出版社 那就等在出版社 有一个小伙子 一个后来我们问到 是这个语言学系的硕士 是九六年生的 那么他呢 在那儿 同事因为准备签名书的时候呢 他知道是李振胜老师来 他看过那一幅 就是佛经的那张照片 他当时特别受震动 从此他就追踪了 李老师的这个情况 那天他就一直等在那里 然后呢 跟李老师见面 请李老师签书 李老师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个学生 还能买这个价格不菲的书 他说好 他说这个不仅超出了政治 它其实是反映了人性 反映了历史 他们做了挺长时间交谈 其实呢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儿 从五十年前开始说起 到今天出版了这个书 我们所有的当时 跟李老师一起下了决心 干这么一件事情 目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 把历史如实地保存下来 让一代一代的能够记住它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在 这个就是负面 负面的时代 拍了许多负面的这个影像的李老师 我们希望未来的历史 能够复复得争的 感谢李老师 感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李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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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